大家好,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6月23日星期三 下行时间,今次有我去楼山 还有我们的马来西亚大马sir,马来近 各位朋友好 好了,请大家like我们的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报浪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次回来,大家看到标题都知道了 说这一宗,晚中期待 简直等了一年,终于开审的案件 上年7月1日,电单车黑暴华迪 一架电单车刷到警方的防线 搞到很多sir都受了伤 当时那帮黄友,或者很多黄媒的黄友 不停拍着黑暴华迪 被sir刷到地上,刷完电单车之后 警员要制服他时,一定要用某程度上的武力才行 后来制服他,他上庭的时候 或者拍到他坐轮椅包扎着,打得他很伤 现在很多东西在法庭上终于 都拿出来,做得呈堂证供 一定是经过核实 以及有一定程度的 验证过,才会搬上法庭 如果你立刻搬上法庭 一来你不能够成为呈堂证供 第二,你可能会被官吵 甚至会影响了整件案的 审讯 到最后的结果 所以 绝对不能够粗心大意 我们看了,电光火石之间 这傢伙就拿着电单车 有了这枝旗 光时的旗就冲过去 摆明了,就有心挑战这个法律 这傢伙也还压了相当之久的时间 终于正式带到法庭 究竟整件案是怎样呢 有多少事呢 我发觉 真是猜不到 我们稍后再说 有关于 黑暴华D 他手机里面的WhatsApp的信息 8点多的时间 已经有相当多的警员 在官党法院外面戒备 亦有一些外国领事人员 也说要来旁听 说起来港区国安法 第一审讯正式开始 开始之前有些花絮 有两个男士 他们都挺精彩的 法庭是不准拍照 他们竟然 用手机出来拍 大无私样地拍 调视法庭的 是啊 可以抓的 现在就怀疑用电话 偷拍记者 和法庭里面的相片 这些人分享 分享成瘾 什么都想分享 觉得要压赞 越多赞就越开心 这些人 好了 法庭职员接到投诉之后 立刻上前了解 其中一个说 什么 我立刻删除了不行 删除他在微信发出的照片 另外 那个 男 亦被职员带到庭外了解 情况 不用说那么多了 道官 也说 知道有人在法庭拍照 已经 报警处理 也提醒了旁听人士禁止在法庭 拍摄 和 画画得不行 都不行 就算 大马帅 你说我速写 很快速 画得不行 不行 出来才行 你不要说 素描 什么速写 可以不可以 你不要这样扭 水墨画 可以不可以 不要这样扭 这两个 惨情 惨惨猪 不过他们自己拿来的 是没有常识 还是明知故犯呢 分享成瘾 只可以说他 开案陈词 打响投炮 就是控方方面 这人在上年 6月30日 11点 港区国安法 刊献正式生效之后 的第2日 23岁 黑暴华迪 即日 在2020年7月1日 下早3点 开着那一辆由他登记 真的是他的车主 的电单车 他的路线是怎样 从东区海底隧道 就走 它 werep 便是在湾仔那一带 发生了当时的事件 虽然他大事 毕竟开着电单车 原来他是p牌子 真有趣 这么酷 实际上席 他不是故意考领牌 作这一堆 控方又再说 这人又怎么时候 插着旗币呢 戴马sir 你猜他有什么时候开始插起 不是当时插的呢 幾天前了,已經有漁謀了 由他在東區隧道駕駛的時候 原來已經插著有光時的旗 光時的旗是巡遊的 是沿途展示他這個光時的理念給大家看的 當時警方在灣仔那一帶設置了四條防線 但被告黑暴華迪駕駛了四條防線都被他衝過去 當時他衝過去,如果大馬sir在樓上天橋看到 你會有什麼反應呢?請問 很害怕 正常的人,見到單車撞到人身上 你都會覺得那個人會很痛,或者很大件事 何況整輛這麼大馬力的電單車 上面那群人渣,那些黃友,還在歡呼 反應呢? 在法庭的控方層次來說 他們這群人除了歡呼之外 他們全部是有正面的反應 並非對這個人的行為有負面 多可怕,這群人真是瘋狂的 這樣撞過去會死人的 最終撞向了三個警員 這三個警員,其實有三個警員是 真的受了傷的 而捉捉他們的當然是另外的警員 因為那幾個已經傷了 也挺慘的 其中有一個,腰椎 三角肌,手指,左肘,手臂 都是瘀,兩個膝頭都瘀,瘀傷 被他這一狀,住了八天醫院 才能出回來 出回來就要繼續做這個康復治療 當然,他要接受治療才能回到正常的崗位 他要請假1.5個月 可能他還有一個月鬆一點的時間 是要用來慢慢做一些復健的 另一個警員也很嚴重 帽子關節移位 可以說骨頭拍到歪了 很嚴重 右腳腫了 左胸被撞得非常痛 這個病假 沒有剛才那個那麼嚴重 那個警員要一個半月才能出回來 這個請了五天病假 都算是可以的 可能只是手 另一個是腰椎 腰椎可能手尾長一點 危險一點 沒錯 接下來 對於他的控罪來說 其實是有兩項的 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 及恐怖活動罪 兩項罪名 都好似 因為你 駕駛的電單車 拼著旗撞向警察 你看看外國類似的事件 恐怖活動就是這樣 這簡直是一種的印象 當時有很多黃友說 駕駛駛駛駛了 有沒有搞錯 我們也說過 其實整個案件要看回整件事 因為有些內容和細節 我們局外人 以及可能都是調查中 所以我們都不清楚 不知道 終於有機會在法庭曝光了 就著光時的八個大字 亦有些火花 我們接下來可能會繼續分析 我為何這麼緊張 這宗案件呢 因為 光時的八個大字 對於這群黃友來說 太有精神和動員力的意義 背後的深層次的想法 我們這裏很難說太多 要牽扯就很遠了 假如這八個字 可以再被他不斷扔的話 我想全香港都被他扔得很眼淵 我也不想看到 香港有這麼醜惡的風景線 控方在這個開案層次也說了 領大教授劉志鵬 透過幾項觀察 認為 光時 有港獨 和推翻中央政權的含義 控方亦都說了 劉教授所指 這句口號 是由梁天琦在2016年參選 立法會補選的時候 提出的 當中的含義 至今都未有明顯的改變 除了說梁天琦之外 另一次 光時的口號 也有在2019年7月21日 有人去到中聯辦 屠烏國暉 劉教授也認為 中聯辦作為中央駐港機構 在香港代表了中央政府 當日 屠烏國暉事件 反映到在場的人士 抗拒中央 當然這支旗 亦都在當時飄揚 提起 7月21日 在香港代表了 屠烏國暉 屠烏國暉 在某程度上 都被 元朗721事件 蓋過了 他們這麽可惡的行為 在輿論上的導向 我真的記得這一點 除了 2019年7月21日 其他日子的社會事件 亦都反映到 光時 這八個大字 由香港獨立 希望香港 從中國 分裂 出現的意思 有關的字句 其實從2019年 6月打後 已經 好多好多次 在示威場面 出現 接下來 我們暫時 聽著其中一位 專家 所說 光時的問題 其實 一共有三位專家 真是麻煩 梁天琦 可能沒想過 自己創這八個大字 要找到大學教授 來幫他分析 真是真是真是悲哀 可能他當年想的時候 只是想著是選舉口號 是呀 酷的呀 說出來夠響就算呀 雷那麼響 再下去 警方檢驗了 被告黑暴華D 不單止手機這麼簡單 還有檢視了Google Drive 即雲端硬碟 裡面有一個Folder 這傢伙 是厲害的 叫光復香港Folder 嘩 哇 三上油壓就可能 找到 不過可能不要說出來 因為這些不關案情事 找到其他東西都不頂 就繼續說了 Folder裡面有些什麼呢 雜時法庭 沒有很詳細說出來 他案發當日 曾經 在同一個群組 叫恐龍BB DinosaurBB 的WhatsApp群組 在聊天 他們說的東西 不是說 豬羅紀公園 或者 玩 像他媽哥池 養恐龍BB 原來不是的 是裡面 討論 他們究竟 在7月1日 要搞什麼 厲害的東西 從他們的對話 可以看到什麼呢 被告 黑暴華D 知道警方 在海底隧道 設置了路障 和防線 所以 他就經過 東區海底隧道 去銅鑼灣 還說 那邊兜過去 好像安全一點 去那邊的cafe 可能 他在 出擊之前 沒多久 亦都有 向這個恐龍BB群 說 自己正在準備 用東隧去銅鑼灣 做世界 哇 神經的 然後這個恐龍BB群 就跟他說 Oh So late 即是說 你太遲了 然後他又不是 他又很有趣 他們用英文聯絡 Not native They are just gather people now This is just the right time 已經是適當時候 所以就 出發 插不住家 然後就去了 他又繼續向這個恐龍BB群組 做什麼呢 發了一張照 拍到警方 舉著 紫棋 紫棋 跟違反 港區國安法有關的 旗次 警告字句 還有一張照片被告在一間 不是營業緊時間的餐廳裏面 旁邊 亦都有掛著一張 那些 光時期的照片 截圖 即是他去了一間 黃餐廳 吃了這個 餐 然後撞一撞膽 然後就駿駛 開電單車 看個性 似乎是這樣的 即使這個人 他做的事是有預謀的 沒錯 控方 亦有播出 這人 閉路電視 或其他不同的東西 拍到他 原來他沿途 已經是巡遊 光時的八個大字 給大家看 代表我 我這個手足 駕駛電單車 播完之後 好了 繼續到 控方律師繼續說 就說這個人 明知 港區國安法 已經生效了 仍然 這樣去做 還要沿途 旗幟飄揚 向人傳遞 港獨 退翻政權 分裂國家 等等的訊息 而他也知道 這樣做的話 會被廣泛報導 這些是當然的 那時候 那麼瘋 是不是 那時候是 離譜到什麼 岳潭小強 阮民安 阮民安 出來走 都有人留意到他 何況你插著 這樣的旗 在這裡 穿街過市 是不是 那我們繼續再說 很搞笑 我們在想 還有什麼CCTV 或者警方錄到 車鏡 有些人提供 車鏡片段 這裡也很感謝 熱心市民 拿車鏡片段出來 證實 這傢伙 在哪裏 已經是沿途 有經過 這樣做 如果沒有大家的 片段那麼多 其實很難證實到 這傢伙 他那種 宣揚 這八個大字 的行為 有多遠 有多長 不是只有 我們看到 他駕駛車 衝進去那一剎 這很重要 法庭把整件事 還原出來 當然 未是全部 因為其實 有一部分的東西 可能證供上 可能有車鏡片 但又沒有 人去說 這條車鏡片是我拍的 變相 不能夠成為 程堂證供 亦都有這些 還有一段很有趣的 播出了友善新聞 還有 《智深與志豪》 的節目片段 以後看不到 如果放出來的話 他一定會問你這條片 究竟是哪一個持有的 我這段片要用來 做程堂證供 即是 老鬼心或者 這個志豪 有機會 或者甚至乎 已經曾經 去過警署 落過口供 即是他們有份提供這段片 給警方做程堂證供 毒灰 搞笑 控辯雙方也有些位 都要出來 大家去釐清 例如 他有人 駕駛電單車 來這樣衝過去 雙方都要承承 這個事實 你不能不承認 是你真的 衝過去 那些旁聽師 去到今天 後半段的時候 不知道有一個位 我不明白 為什麼這麼好事 我看見就把幾貨 法庭書記 在法官的前面 就 展示了一件證物 就是當時 黑布華迪 那支 光時 的旗 當然有些膠袋 進去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旁聽師 看見就好像 哈哈哈哈 笑 笑到是 保安 都要上前 阻止他們 有什麼好笑 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這麼好笑 你覺得很開心嗎 你們不是很尊重 這些旗的 半嬰 或是喊光時 或是喊光時 大喊 代表你們一個 理念 拿出來的時候 為什麼笑 應該很嚴肅 或是哭 應該哭 是正常的 你笑就好像不正常 你笑 你怎麼對得住 現在 在拘押所 和現在坐牢的手足 這群人渣 所以這群人都不知道 他們的性 沒有人性 他們一時好像很有道德 一時好像很講倫理 但一時 什麼都笑 就好像 毫無人性可言 不過這群人主要來說 都是沒有人性的 對著他們 自己人就 假裝好似 好似好有人性 這是一件事 也有 警員 上庭 說回當時 他們看到的環境 是怎樣的 當然 也有不同的相片 可以提供 也都說 當日 現場 下午三點多 彎仔軒尼斯道 已經 佈滿了雜物 磚頭 以及 火腫 你說當時的情況 多麼混亂 挺多人害怕 周街磚頭 你也知道 有瘋的 會撿磚出來 扔磚 是啊 這樣也有 不過今天 暫時 審了第一天 未來 我們如果還有 在法庭 有什麼新的消息 我們到時 再跟大家 繼續跟進 再討論這件事 我比較擔心 都是那八個大字 你說 是不是 恐怖活動罪 還是怎樣 我們要多給一點時間 第一天很難作出 預示 好 我們這次暫時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